相信大家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枪战片,特别是在一场枪战中,为了让主角更英勇,往往中了好多枪后,简单的撕下衣服上的一块布包招一下,李姬就投入战斗,其实这些都是假的,实际情况可不是这样,人体被击中后浮沸也中残了,以后被相信电影了,那么子弹威力到底有多大? 一,当一颗7.62毫米口径的护枪子弹以850米每秒的速度射穿人体之后,都会发生些什么? 如果子弹正面击中人体,子弹会在射入点皮肤上,留下一个直径不到一厘米的小口,但是,弹头在经过身体时,形成的巨大力量会占身放弃,然后以570米每秒的速度穿出人体, 针过形成的出弹伤口直径,有可能达到12厘米以上,也就是说,入弹口既有手指粗细,但是出弹口,却会像碗一样大,很遗憾,头盔在中近距离下也不能绑打,在距地步枪射程内也起不到作用,而头盔怎么样? 也许有人说,那把头盔做后点,但像前面说的那样,中近距离内的步枪子弹冲量之大,如果正面击中,即使没打穿头盔,也会阵断你的颈椎,AK47式步枪的威力很大,能射穿8毫米左右的钢板,钢板都能打出大洞洞,钢筋就不用说了,子弹想要穿过根本就是小意思, 四毫不分绿钢筋就要断掉了,三,水消子弹威力会消失吗?水给子弹的阻力,要远远的下距空气给子弹的阻力,子弹射入水中之后,通常不到两米就停止了,因为水对它的反作用力或阻力很强,就和子弹在空中飞行,完全是两种状态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了一切进入CMXYZ或许更多相关资讯